英国国会大选在当地时间4号早上7点 也就是大约台湾时间下午2点正式开始投票 面对重大挑战的英国首相苏纳克 结同妻子到所属选区投票所投下自己的一票 片中您可以看到民众陆续进入投票所 而本届大选要选出下议院650个习一席 每一个选区由得票最高的候选人胜出 无论得票有没有过半 根据选前三天的民调显示 目前在野德工党所获得的支持率 比执政的保守党高出大约20个百分点 保守党已经执政14年 但这样的执政优势很可能将在英国政坛上 第一位印度裔首相苏纳克的手中就宣告终结 鸿海维基引爆全球航运黑天鹅 如今更间接影响了其他的地方 像是新加坡港 这个属于亚洲航运枢纽 因为过多的货船改到来这里卸货转运 导致严重塞港 偏偏这个节骨眼又发生燃油船被撞的事件 新加坡知名的圣桃沙海滩 现在依然被黑色油污严重的污染 可以说从供应链到观光产业都大受影响 防波堤上明显能够看到大量油污残留 日前一艘悬挂荷兰国企的挖沙船 和一艘新加坡燃料供应船相撞 大量的油污外泄污染新加坡南部海岸 观光区圣套沙周边的海滩 如今依旧没有办法从事水上活动 人潮纸凑周边商家的生意大受影响 莫名而来 但是来了之后觉得有点奇怪了 因为到这边发现游客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多 我刚刚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油污的问题 尽管工人努力清洗 但是周边海域仍有黑色油污 清理工作预计还得至少持续三个月 新加坡港口原本就已经相当拥挤 如今还得同时进行清油污的作业 也让塞港的状况是雪上加霜 尽管新加坡官方否认撞船是因为港口拥塞 但其实新加坡塞港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了 再加上近日红海危机之下呢 导致许多货轮他们都选择前往新加坡来卸货重整 因此呢也让新加坡塞港的状况是更加严重 全球塞港情况达到18个月来最严重水准 其中六成船舶塞在亚洲港口 光是今年前五个月 新加坡平均货物的卸货量就猛增22% 许多货轮抵达新加坡之后 货港时间长达七天 逼得新加坡港务集团启用废弃的旧码头和旧货柜厂来应付 货运延误率翻倍冲击供应链 如今随着航运旺季提前到来 货柜运费持续上涨 全球航运又慢又贵的状况 似乎还得持续好一阵子 以上就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去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萨走廊爆发战争以来 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能真主党 就开始不断在边境跟以军交火 最近以军在狙杀了一名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后 真主党就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予以报复 不远处看见烟消以色列境内响起了空袭警报 真主党近期对以国北部发动至少两次袭击 回应以色列暗杀真主党高阶指挥官纳塞尔的行动 他们向以国军事基地发射了上百枚卡优沙式火箭 中东情势恐怕再度升温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最近就表示 加萨南部拉法社的地面行动即将告一段落 并预告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北部黎巴嫩边界的真主党 而遭到击毙的纳塞尔就是以军说到做到的例子之一 美国方面当然不乐见战争再次升级 尤其担忧以色列和真主党爆发全面战争 真主党可能会破坏以色列北部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国防部也曾表示不想在黎巴嫩开战 但也强调以军有将黎巴嫩打回石器时代的能力 联合国就警告这类冲突将可能是世界末日 中东情势持续备受关注 淮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道 体操项目是很多观众期待的奥运赛事 随着奥运进入了倒数季时 我们带您盘点这一次美国代表队的天后 拜尔斯重磅回归希望可以获得夹击 日本男子代表队要拿回上一次错失的金牌 跟中国一决胜负 另外首度获得参赛资格的印尼选手 也强调一定会全力以赴 体操选手展现身缩自如的体态 不断加紧练习 向来是奥运会中备受观众欢迎的体操项目 美国代表队伍选拔赛上出现了首席的面孔 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 还有上次冬奥处队伍多赢的齐尔斯 而台湾关注的日本队则是想夺回上次错失的男子团体金牌 不过复仇大业并不容易 尽管这次少了俄罗斯 日本人得跟同样是体操强国的中国一决胜负 除此之外首次有资格参加奥运的印尼选手 他表示尽管印尼人对体操的理解还不多 但是他会让更多国人认识体操 在这次奥运会上全力以赴 欢迎新闻许明新综合报导 关心完财经讯息 再带您来看政治方面 正在哈萨克访问 并且要出席上河组织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两人再度会面了 而这个其实也是两个人在一个半月以内 第二次碰面了 那习近平跟普丁的互动更是友好 他们互相称之为对方亲爱的朋友 那除了谈共同合作之外 两人其实也谈到很多国际的问题 像是俄乌战争的议题 也进一步的深化抗衡美国还有西方的联盟 双方一见面就像老朋友般互相寒暄握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相聚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河组织峰会 而这也是他们短短两个月内的再度见面 普丁表示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 俄中两国正在进行2030年前经济合作发展规划 尤其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北京已经成为莫斯科的重要政治经济伙伴 这次出席的上河组织成员国 包括俄罗斯、中国四个中亚国家 以及印度、伊朗与巴基斯坦 俄中两大国齐聚的上河峰会 也被外界视作是抗衡美国为首的政治经济集团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双方要继续秉持世代友好的初心 坚守造福人民的恒心 不断涵养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再见到普丁 更称他为亲爱的朋友 表示普丁五月访问中国 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 两国在各领域有稳定深化的合作 二中领导人短期内频繁会面 也显示北京与莫斯科在战略与经贸的合作 更加紧密引发各界关注 环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导 看您了解西方各国为了应对廉价商品再度请销的中国冲击2.0 美国的做法是加重关税 但是欧洲似乎在无形当中跟北京当局越走越近 欢迎收看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为了应对中国廉价商品再次请销的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 拜登政府今年五月的时候就宣布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这个税率大幅拉高到了102.5% 赶在中国涌进之前就先足于境外 不过有别于美国的激进阻挡 在欧洲则是踩上相对接纳中国投资和技术的路径 虽然今年六月的时候欧盟也宣布要对中国加征关税 但是呢看看它的税率 17%到38%左右的税率是远远低于美国的 这虽然也是可以削减中国电动车的成本优势 却不至于让中国企业因此却步 那么根据花旗的估计 以比亚迪为例 即使将关税成本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话 在欧洲的利润率仍然是高于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国内 不少分析师就认为 这等于也是间接鼓励中国制造商要把工厂转移到欧洲 而欧洲官员其实很大程度上也非常支持宁德时代等中国电池制造商 以及像是比亚迪 奇瑞等中国电动车商在欧洲投资 尤其是像绿地投资这样 什么叫绿地投资呢 就是外资在东道国境内 白手起家 新建厂办 物流 枢纽等营运设施 这是从无到有的投资 根据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数据 去年的绿地投资就占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78% 而只要使用够高比例的在地零件 这些欧洲在地制造的中国电动车就不会受到关税影响 根据顾问公司Alex Partners就算出 中国在欧洲设立的电动车工厂已经有八间了 另一方面欧中双方似乎也有种默契 更紧密的合作便可以防止川普的卷土重来 因为之前川普就放话 要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全面加征10%的关税 这无疑是把跟欧洲的联系推得更远了 也间接是帮助了中国缓解与欧洲的紧张关系 面对中国冲击2.0席卷全球 欧洲选择报得更紧 也将改写中国企业的贸易动态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为了宣霸法修正案 立法院是再次上演草野大战 民进党团一早就全员动员霸占内政委员会的助席台 也让国民党团总召副关系抢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难道这就是赖新德所说的反守围攻吗 而没想到会议开始后 这议事人员宣读条文 对委张宏璐竟然是抢走了议事记录 而王美惠是直接索侯徐晓星 把他压制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徐晓星则是控诉对方攻击议事人员 你们应该尊重一下张伟说话吧 蓝绿全枪折战看谁比较大 删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演选霸法大战 民进党团全员假动霸占主席台 让蓝营的党团总召复昏旗 气得跟内政部长刘世芳呛下 你笑一下 你们是执政党嘛 执政党为什么可以霸占国会 我跟袁安的态度都一样 你公开来讨论 那是不是你公开呼吁赖总统 会要用暴力的手段对付在野党 国民党团强调没有预设立场 法案也没有要强度关山 就是希望可以开会双方讨论 原定审理状况不掐 可能缺席的赵伟高金素媒也照常出席 郭逸臣我们开始开会 你要莫生命远 请议事人员到我旁边来 把议事录给我 你们原来周围讲话都不讲话 你们有尊重我吗 直视迟了25分钟 终于宣布开会 但议事人员宣读到一半 立委张红路 竟直接抢走议事记录 一旁的徐晓星看不下去 没想到却被我美会所候 徐晓星被民进党立委压制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想要站起来却被我美会一把抱住 你刚刚攻击意识人员 你再保护意识人员 我要攻击他 会议持续僵持 傅关锡下令党团先离开 只是关键一票的民众党立委 曼玉珍没有看到人影 让民进党抓到把柄 尽管能因释出善意 但民进党团将持续占领主席 台选八法朝野大战 让立法院再度空转 关键文物质 很重见 叶昀娜台北采访报导 奥园一所私立的幼儿园 因为冷气故障 导致室内温度过高 甚至出现了35度的高温 引发学童热道严重起疹子 甚至抓破流血 而家长指控说 这个冷气其实已经故障已久了 但是原方却没有进行必要维修 让教室长达一个礼拜都闷热难耐 而对此原方也回应 说是幼童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原因吧 所以才会让这个病况这么严重 没有暑假的幼儿园 室内冷气关不得 还得再加上电风扇来消散暑气 不过当冷气故障 幼儿园变成烤炉 孩童热到起疹 甚至抓到破皮流血 焦急如焚的家长 找上以原成形 妈妈还表示 有学校的老师 跟他们私下抱怨 教室里面真的非常的炎热 好几位老师在上课途中热到中暑 因为他的孩子有失诊 我们站在同理心我们也都觉得很难过 但是我们是希望给学校一个客观 就是说或许可以从所谓的这个过敏体质 这个部分可以去看 事件发生在桃园巴德一所私立幼儿园 因为冷气故障 让教室门热状况长达一个礼拜 家长指出即使冷气调到最低 室内温度还是逼近30度 其他楼层甚至出现35度高温 当时在边角落的那个部分是以28度 那至于是不是35度 这个部分我真的不得合之 教育局以独岛该原技术修杉完成 内各园炒粮 近日天气炎热 请右园务必设定冷气到市里温度 如大概26度左右 面对高温来袭 原方要怎么事切关心幼童身体状况 以及提供完善的教育环境 似乎不能用推托之词 就轻轻带过 欢迎新闻 陈明彦 杨阳哥 王悠阳 桃园报导 好 现在天气很热 等到多家留意自身状况 尤其是夏天 其实也很容易心肌梗色 阴阳高照 全台游入大型烤箱 熟滚滚 气温居高不下 不少民众也因此惹出病 像这样30几度的高温天气 在外面没多久就容易汗流浃背 但小心流太多汗 没有事实补充水分 容易引发重暑脱水 还有可能提高心肌梗塞的机会 过去民众会以为冬天才会耗发心血管疾病 但其实夏天也是危险期 当温度超过31度 风险会增加接近三成 每上升一度 阵地死亡风险也会增加百分之三 就是冷热交替太频繁的话 就会引发重新鲜 老年人 再紧接的是年轻人 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外面跑 你只要一旦缺水 电解质一旦失平衡 任何年龄层都会造成恶性的心率不整 会造成心事的颤动 老年人特别要注意 年轻人也不得不防 只是夏日炎炎要如何让身体降温呢 鼓励大家准备一个湿毛巾 冰敷带之类的额头 两边的脖子 腋下 鼠西部这个地方 都是大动脉经过 大动脉静脉会回来的地方 你把这地方给它保持个降温的情形 除此之外 多数民众都知道天气热 要适时补充水分 除了得避免一次性狂灌水 建议小口少量多次的喝水 减轻肾脏负担 还有其他诀窍 有听说可能睡前不要喝 然后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这样 60公斤 你大概每个小时 大概就要有60cc以上的水分 这样子 那么在这么热的天气 你每个小时 当然就建议要补到100cc的水分 也就是1.5左右 如果大量出汗 也能补充电解质饮料 一是更建议 敏充在出门前 运动前 直到自己即将流失水分之前 别忘了都得适量喝点水 欢迎新闻张晓宇 谢爱纯台北采访报道 当政交点但宁关心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蓝绿炒成了一团 也让外交跟司法委员会受到波及 两位民进党的周委 直接宣布休息 跑去了内政委员会 让两个委员会都停摆了 一个小时以上 准备咨询的国民党立委 罗志强当下就立刻开骂 就连列席的背询官员也很傻眼 直说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官员一报告完 赵伟王定宇马上宣布休息 随即脱下外套快速离开 让国防外交委员会全面停摆 可以看到现在主题材上面空空如也 原因就是因为民进党立委 全部都去支援内政委员会 现在可以看到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现在自动质询 主席不在哈 我就自动质询啦 蔡明燕局长 你吃饱了撑着嘛你 在那陪王定宇瞎 打开麦克风就这样 彭茨鱼传中国丁梢 全部问一遍列席官员 全傻眼 那有想过说就是今天 昨晚宣布休息吗 没想过 今天的状况有点出乎意料 赵伟落跑的状况 还有司法法制委员会 所以我跟你讲次长你也不用上台 没有关系 因为主席不在 所以你不用上台 我只好来一个一人咨询啦 我咨询稿准备好 我也不能不讲 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我们的中嘉宾 要神盾到什么时候 今天会来开不开的城不知道 赵伟中嘉宾不久后 匆匆赶来 不过司法法制委员会 已经停摆一个小时 恭喜你终于回来 一个小时后主席出现了 但是抱歉我也咨询完了 所以我的第二名可以拿掉了 内政委员会上演朝野大战 民进党全面动员 也让外交国防委员会 以及司法法制委员会 全面停摆 欢迎新闻林伯汉装品达 台北采访报道 军公教人员有好消息了 行政院长卓榮泰宣布 因为今年预测经济成长率为3.94% 因此决定全国的军公教薪资待遇 明年将会调升 更希望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带动民间企业加薪 不过学者也指出 民间企业加薪取决于企业 有没有获利 跟军公教调薪没有关系 军公教又要加薪了 科技业加持 台湾景气气飞 行政院长卓榮泰宣布好消息 相关经济指标都朝正向发展 以经济成长率为例 113年预估将是3.94% 较112年会增加2.66%的百分比 明年度全国军公教的薪资 将会往合理的方向调升 113年度军公教员工调薪4% 影响全台约73万名员工 也让民众期待 是否能带动民间企业 跟进调高薪水 军公教有望再度加薪 更想带动民间企业跟进 但就怕薪水还没涨 物价却先涨 他涨了以后搞不好 民营企业也会跟着涨 大部分老公的薪水 是不够他们现在生活的 所以企业需要调整的优先度 又甚至比军公教更高 公家企业 它其实跟一般的民营企业 它并没有这种 竞争员工的一个关系在 所以说一般民营企业 它会调先的话 它应该是会考量到 企业的一个获利 那基本上不可能 不太可能跟军公教 同条件而给予动机 政府要扮演火车头 希望让民众薪水 跟着景气一起涨 就看民间企业买不买账 换讯闻张翔宇 西海淳台北采访报道 好 在台湾 机车是很多人的交通工具 但是安全帽的内衬清洁 却常常被忽视 在这么又湿又热的天气 恐怕会导致异味和细菌滋生 如何保持安全帽的清洁呢 除了自己清洗最省钱之外 自助安全帽洗烘机 主打快速低温烘干 以达成除菌 还有除臭的效果 另外也有高档的手工清洗 还会打蜡镀膜 绑安全帽做美容 骑车等红灯 热到身无可恋 高温狂飙 安全帽把热气闷在里面 机车组必备的安全帽 今天夏日 骑机车每个两下 汗就流不停 有时候又碰上大雷雨的清洗 你有记得清洗安全帽吗 拆下趁电 撒上苏打粉 按摩一下 洗衣粉来个泡泡浴脏水现行 除了内衬 外壳也要注意 小虫子小石头 恐怕藏在出风口 尤其扣袋没洗干净 当心皮肤病找上门 就蛮臭的 其实还蛮臭的 我觉得没在洗很累 每天很热很累 还要洗 感觉蛮酸的 打蜡镀膜亮晶晶 安全帽清洁有方法 找专人来 基本清洁490元 精致版990 邦尼的安全帽做美容 而安全帽洗烘机 一次同板价50元 基本烟雾干洗 除臭除菌 再省一点 自己来 但要注意 保力龙不能洗 以免影响安全性 像现在夏天很热 所以会建议大概一到两个礼拜 就是在家把内衬拆下来 然后洗一次 这样子 不然每天带着 然后都有汗 然后风吹 日晒雨打 就是细菌 不洗的话 就很像抹布在头上 要么花钱 要么花时间 建议安全帽称电 还是得定时清洗 免得这个炙热的夏天 飘出臭味 台北采访报道 澎湖急渔船 遭到中方海警船扣押之后 隔天又有我国船只通报 遭中方海警船追捕 面对中国强硬执法 专家说 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台海不平静 接二号晚间 澎湖急渔船大静们 88号遭中方扣押 中国又有新动作 就在三号晚间8点35分 海巡署接获澎湖急渔船 龙捷满通报 遭嫌好不明的中国海警船 用探照灯干扰 同时广播恐吓澎湖渔民 不要命了 强制驱离我国渔船 海巡署及时赶到救援 最后平安落幕 接连两天 从严执法国安职业表示 渔船遭扣押不寻常 从法律面来说 涉及到我国渔船 为粉当地渔市罚规 中共官方说法 我方持续关注 但也不排除中国借此打压 要继续来分析看 中共除了官方说法以外 有没有相关的认知作战的操作 或煤波效应的处理 那我们会做个完整的分析 再来评估中共实际的动因是什么 陆委会在立即经济者会上 也透露在第一时间 海基会就有去闻海协会 中方也明确表示 这是违反休于其捕了 再加上网拒网恐扩小 因此扣押 不过过去查扣都是 缴完罚款两天内就被释放 这次恐怕会拖上一段时间 是因为陆方有新的规定 那我们现在也不要做过多的议策 我们希望陆方要秉持着人道的精神 并确保我们的人员能平安回来 再向中国喊话善待扣押船员 因为据家属表示 高龄60岁红杏船长 罹患高血压和糖尿病 就担心他身体挨不过这一遭心急如焚 就希望人早日归来 世界平安落幕 欢迎新闻联播和庄品达 台北采访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